媽,我回來了囉 妳要出去喔 妳那個包包 又很久了耶,妳怎麼不換個新的啊 不會啊,很好用啊 我還記得這是妳第一份薪水買給我的 我很喜歡耶,很好用 講到這個 妳接下來什麼時候要飛啊 妳表妹要結婚,她邀請我們去參加耶 嗯 媽 我今天去公司辦離職了 妳辦離職? 小姐妳都35歲了,辭掉這麼好的工作 如果妳遇到什麼瓶頸妳可以跟媽說 妳不開心妳可以跟媽說啊 我跟妳說過啊,可是妳有聽懂嗎 妳沒有聽懂 那妳未來有什麼規劃呢 那妳要跟我說啊 妳怎麼可以自己這樣做決定了呢 欸 35歲就不能有夢想嗎 我的人生我要自己做主 有夢就該行動 不該只是想 不是嗎 生活裡有許多美好的瞬間 雖然微小 卻讓我充滿感動 我很享受記錄這些美好的過程 這是我最想要做的事 我喜歡把這些美好瞬間記錄下來 雖然不是什麼偉大的夢想 但是 我真的很喜歡這麼專注 這麼快樂的自己 今天偶然遇到的小女孩 陽光下的笑容 可以融化所有人 妳今天在做什麼 我在幫妳拍照啊 妳看 我迫不及待地抓住了這純真的笑容 分享給她 而她 也分享給我她最喜歡的糖果 給我的 謝謝 是什麼口味的糖糖 糖糖口味的 這麼珍貴的分享 肯定會填在心裡好久好久 這些感動 我不想只留在我心裡 我想把他們記錄下來 更想把他們分享出去 車車嗎 我只是路過而已 順便可以拍照 我可以看嗎 好啊 哇 黑色也可以拍這麼漂亮 那是因為妳本來就很漂亮啊 妳可以到我看看 謝謝 妳在這邊工作很久了嗎 妳在這邊工作很久了嗎 我開大概快十年了 這裡是妳開的 對啊 一個女生開一個這樣的修車場 是不是很辛苦啊 這就是我喜歡做的事啊 而且妳看 我這樣多帥 而且很有成就感啊 但其實一開始這間店 也不是很順利啊 因為我爸說女生當什麼黑手啊 就鬧家庭革命 那妳有後悔過嗎 妳覺得呢 對嗎 對嗎 追夢的過程並不浪漫 沒有行動都只是幻想 長大之後夢想越來越模糊 現實卻越來越清晰 我們害怕失敗 甚至選擇放棄 常常用自己符合的是別人的期待 拼命要成為所謂的社會標準 如果妳曾有過夢想 請勇敢找回它 重新感受夢想的光 雨熱 我是林雨昕 邀請妳一起 帶著夢想做自己 UniArts 寶寶不只是寶寶 寶寶不只是寶寶 寶寶不只是寶寶